所以現在講小孩了 是的 所以星座小孩哭鬧的時候 用什麼方法對付比較有效 我們講的當然是 已經有點自我意識型的好不好 自我意識是要幾歲 大概大班 小一那個時候以上都會有 沒有 我們現在三歲半的 也很有自我意識 我們現在兩歲就有 我們現在兩歲 如果現在出門 鞋子就要自己挑了 不能幫他推 你那個小孩跟現在 已經有代勾了 不同年了 現在小孩長更快了 是我們跟不上他們 但是我們三歲半就會搶老公 三歲半 沒有 看太多連續劇 沒有 有一天還看門出去說 我跟你說 我把你老公讓給你了 我走了 三歲半 三歲半 好可怕 來 我們先看Vicky的 因為Vicky的小孩全部都是變動工 雙子 處女 射手 雙魚 她不是處女 就是雙魚 兩個處女 是 然後那個 對 薇如也是處女的兒子 然後還有沒有 沒了 好 所以你們兩位遇到這個小孩 在哭鬧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你們不要 不要被他的邏輯給帶走 你們一定要注意 因為這些小孩是很會操控人的 對 真的 你懂嗎 他就是在 所以你如果跟他爭議一個對錯 他正在轉移你的注意力 他就是不想承認這件事情 他就是不想跟你變得失誤 對 會講歪理 所以你不要針對那件事 針對這件事 他會一直騙你 或一直跟你玩個沒完沒了 或繼續哭鬧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把它帶離那個情境 但是你不想面對這件事 那我們就出去玩 我們就走出去 轉移他的注意力或跟他玩 所以記得轉移注意力 就是你又凌駕他一籌 他再轉移你的注意力 你又轉移他的注意力 你就贏了 是 我會錄你一個而已 我四個 四個都變動 可以一起轉移注意力 我老公也是變動 對 很厲害 我的脖子筋好硬 今天你的問題跟我們不太一樣 對不對 我應該要另拚一擊 對 你只要聽我們的就好了 好 那如果是金牛 獅子 天蠍水瓶 基本上我覺得這些小孩 是乖小孩 基底上是乖小孩對不對 心儀的天蠍座 還有心妍的金牛座 我覺得某種程度是 但是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一種執著 非常執著 那個執著其實就是他想要的 他很難得會想要什麼 如果他想要什麼 你就盡量 就是怎麼說 給他一下 給他一點點 或者是拿他想要的跟他換條件 我覺得這些小孩是會願意 為了他的慾望 譬如說你如果乖乖的怎麼樣 我就給你這個糖 他可能就會為了這顆糖 去滿足你的要求 所以你其實可以用交換條件給他 好 我們接下來看開創新作 牡羊 巨蟹 天秤 摩羯 像彥均你的小孩是巨蟹 我跟小孩都是 牡羊 這組小孩其實我覺得 他們要的就是陪伴 要你陪 要你哄 所以你得花時間在他身上 他要有安全感才行 所以通常他會吵鬧 都是跟他沒有安全感 有關係 所以我們剛剛講就是 安撫很重要 還有這一組小孩 如果吵著要什麼 某種程度 我覺得也是在挑戰你這個權威 他在看你會不會在意他 所以你要先表達 我在意你 我願意 我願意給你 但是你也要乖 好啦 辛苦各位父母了 好不好 真的辛苦了 謝謝大家